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ET講股通 今日的點題是黑色星期一魔咒 談談市場的情況 今天市場反覆覆的 升升跌跌的大 其實波幅不大80點左右 全日升27點收24,569點 成交不多 993億不足1千億 今日市場反覆升多得科技股 特別是新經濟股的阿里巴巴 今天升2.2 0.7% 只不過最近有升幅的來人股 今天有些回吐 包括這隻建行回吐得多一點 有1% 另一度跌到24,500點邊 穿過一點點 最後全日能夠升27點多的新經濟股 整個市形勢 今天市剛才說過 波幅不算大8多點左右 最後全日收升少少 而且在陰陽燭 看到出現一支十字星 十字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代變信號 換言之 好淡雙方都在拉鞋緊 未分勝負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跟美股的因素 就是離譚 跟香港自己本身的因素 偏好是有關 一邊好一邊淡 就是拉鞋 首先講美股 美股是什麼狀況呢 就是回到點題的幾次 黑色星期一摩就 什麼意思呢 就是昨晚 美股明顯下跌 給大家看看 立斯打黑指數 下跌192點 1.6%的跌幅 道指、標指 都是跌超過1.4%以上 那昨天什麼日子呢 對老股民來說 就會記憶猶新 就是33年前 同樣是10月19日 同樣是星期一 就 美股出現大幅下跌 當年呢 就成為股災 就是當日 就是10月19日 星期一就大跌了 無毒有誘 或者無巧不成書 昨晚呢 美股呢 就突然跌了下去 這個形勢呢 就令大家有些心驚驚驚驚 加上 歐洲那邊 無端端 股市曾經 壞肌 就不交換一下 整個情況 都比較詭異 所以呢 出現就是 星期一 黑色星期一摩咒 是不是再次出現呢 特別是大家看看圖 將當年的 道指的圖和現在道指的圖 近來拍一拍來看 哇 覺得驚人相似 就是之前的升幅呢 就很陡斜 不斷升 那當然啦 後來呢 就87年 澎湯就跌了 現在呢 還在陡斜的階段 就還未跌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令大家 有點怯怯的了 加上呢 不只是這樣 除了一個圖啊 歷史上 那麽巧之外呢 這陣子 就有很多大媽撒出來 就唱淡美鼓的事 包括什麼呢 那包括呢 就是90年代 就響當當的人物 就是呢 當年的華爾街女神 科恩女士 出來唱淡美鼓 以往呢 與大家 又跟不上 古靈呢 都記得科恩女士 當年是大好友來的 雖然 除了女神之外 還是大好友來的 長期唱好美鼓 長期升好美鼓 所以呢 在當年呢 就響當當的大家 他講出什麼呢 大家都會馬上聚精回神聽著 甚至 跟過來做 所以現在呢 他又出來唱淡 反而出來唱淡美鼓 所以呢 令大家呢 就頗為重視 他怎麼說呢 就是 美股呢 三月以來的聲勢 其實集中 在少數的科技股上面 之事換言之 聲勢極度呢 就集中了 這個不是好現象 他説呢 會很容易 在這種情況下 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 因為外界衝擊下來 這幾隻科技股不定 美股就會大跌 所以呢 他預期的 美股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11月3日之前 會出現大跌 這個呢 已經是 有點頭呎了 對於好友來講 第二個呢 近來比較多人關注的 就是大摩的一個策略師 Michael Wilson 又是有些淡淡的言論出來了 這位人聽呢 就 三月的時候 唱好美股 美股就重點衝上去 接著呢 大家就對他的言論 就很留意著了 他九月開始 八月底開始 就唱淡美股了 就是說 說美股會跌 結果九月呢 美股就真的會跌 現在呢 他最新說什麼呢 就是說美股的 九月以來的調整 還未完 其實九月跌完之後 一度衝上去 美股 調整還未完 估計呢 就會繼續跌 在大選之前呢 就繼續 就向下 這樣滑 會有估計呢 美股要跌呢 就有高位跌 10% 如果10%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納指圖 納指圖10% 那就頭呎了 現在才是 1147多 高位 12點 至少跌12點 還有一段跌 如果再跌下去 就有點麻煩 因為幾個重要的支持位 都是穿著的 如果跌12點 走勢是轉弱 所以這個 黑色星期一 魔咒 加上大的策略師 暢淡 會不會令到美股 真的下跌 雖然跌小 從當年的複設 所以留意著 特別留意著 什麼呢 就是這幾個位 這個就是納指的情況 留意著 這個啡色箭咀指著 這兩位就是 11300水平 前浪頂的支持 留意著 穿了 就頭呎了 第二個 留意著 就是這條線 這條紫色 這條是50天線 大概都是113 112 5幾 微微上升 大概是113 11300水平 成為一個 納斯達指數的關鍵 剛才所說 最近都是科技股的聲勢 就帶動美股 如果納斯達指數穿了 就認真頭呎了 總的來說 這個黑色星期一魔咒 困擾著之下 恆生指數 在上面 就有些壓力在 只不過與此同時 好就好在 港股自己本身 甚至乎 你說美國大選方面 都有一些好的消息 都叫做支持一下港股 令港股 就暫時看起來 就不用太害怕 那說的是什麼呢 首先是美國大選的消息 之前一直都說 拉舉 怕特朗普連任 現在最新的情況出來 就 拜登勝出的可能性 就看起來越來越大了 一方面 除了歷來 過幾月公佈的民調 一直都是 拜登領先的 現在情況 仍然是這樣 領先的百分點 是超過十個 綜合多於民調 都是超過十個百分點 領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原因 顯示他越來越有機會贏 就是提前投票的情況 提前投票 現在美國方面 據布林 超過三千萬人 就提前投票了 這個數目截 是相當上一屆的兩成一 很多人 很多人已經投票了 現在估計 大部份 投向拜登的提前投票 而且有些人 用模型來計 如果用選舉人票 現在經常說 選舉人票和全國票不同 但就算用選舉人票 來講 估計拜登勝出的可能性 都會有八成七 又多 換言之 勝算很多 事實上 根據搖擺州的情況 都是八個搖擺州 六個都是拜登領先 所以整個形勢 越趨越明朗 這星期四還要辯論 但是 隨著提前投票的人 很多人已經投票了 總總的跡象顯示 拜登領先的優勢 仍然穩固 所以形勢越來越明朗 這是一個好消息 第二個 香港自己的消息 都是偏好 因為 最近 阿里巴巴旗下的 螞蟻招呼 招呼消息 當然提振市場氣氛 與此同時 引來很多資金流入 過去昨天已經有二百多億 今天又有八十多億流入 搞到港元強勢 與此同時不知港元 新人民幣也厲害 年半以來的新高 顯示資金持續流入 中港股市 對整個氣氛來說是偏好 所以從整個來說 結合了美股的星期一 黑色星人一魔咒 以至港股自己本身的因素 以至美國大選的 漸趨明朗的情況來分析 恆山之數看起來 會繼續 最近 在上面 美股的陰影 壓住之下 24800 仍然有阻力 而24800 正正是 這是頭肩底 這是肩 左肩 頭 右肩 頭肩底頸線的水平 看起來還有少少壓力 可能要等 再等少少 再消化一下 先 上面受壓 下面呢 支持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右肩水平 大概是24100的水平 與此同時 這個上升水平 也是 20,000線的所在 20,000線大概是24,000 所以24,000至24,100 就是支持所在 頂上 的阻力是248至250 至25,000點左右 所以會在這些位置 上上下下 短期內 看怕恆山之數是這樣的走勢 好了 講完恆山之數 今天 這個新環節 ET 港股通 有 朋友互動的時間 有問題可以提出 大家研究一下 現在看 有幾隻股 朋友都有興趣 大家研究一下 儘管 講一下形勢 給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 建行 建行 今天就回軟 回軟1% 之前幾天 表現不錯 10月以來 特別是黃金走之後 走勢非常強勁 連續幾棍 就升了上去 對於股民來說 內隱股 實在很久沒有試過 這麼威風 所以 有興趣看看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根據內地 證券行的分析 今輪的內人股 升勢 很有可能 就是盈利的收復 而上升 即盈利收復 即是盈利 好轉頭 不單止是 之前通常買股值便宜 繞一繞 繞上去 以至所謂的 輪動 即是香港人所謂的 就是輪流炒 內地的輪動 即是 逐個不同的板塊 買買買買買買買 買到內人股 即是探他落後 這樣就炒了上去 接著就不似是這樣 而反而 就是盈利改善 就推動了 為什麼盈利廣善呢 一來就是 中國經濟就向好 因為成為 現在都經常說的 全球主要經濟體 今年唯一能夠 錄得正真獎的經濟體 就是中國 第二 就是讓利的情況 改善了 之前因為經濟不好 政府要求內人股讓利 不要賺太多 讓其他行業更好 經濟環境 所以讓利的情況出現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今天 雖然建行回軟 跌1% 但初步來說 可以當作是 形成一個奇形的走勢 奇形走勢 換言之 再回軟多一點 可能考驗這條50天線左右 接著可能有機會再次組織公勢 即是再組織升浪 初步比較大的阻力 很多人都要去到這個 當然100天線 看到今天 試試回下來 這個就是初步阻力 雨穿了之後 有機會試6元的水平 甚至高一點 因為其實 一個說法就是 現在內人股的帳面 市帳率都不夠一倍 通常這些民行去到一倍 就絕不為過 所以換言之 去到6元 甚至多一點 也有可能 這就是建行 另外有什麼股呢 平寶 朋友有些興趣 平寶 中國平安 2318 今天升幅 比大市少少 當然不是很厲害 其他 新經濟股 更厲害 這些股是怎樣的呢 走勢 也是不錯的 不錯的意思是嗎 看到有些少許像恆生指數的走勢 大家拍一拍一拍 又怎樣 恆生指數 就像是頭肩底的作法 明確了 肩頭肩 而平寶又有指公司分拆上市的消息支持 這是第一個 二來 就有少許跟恆生指數相似 就是 一個 複式頭肩底 它還未完成 剛才恆生指數 就是三肩 頭肩 都出了樣子 這個 就未正式形成 但是出了什麼出來呢 出了一個 左肩 這個 啡色墊墜 與此同時 頭有兩個 兩個頭 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兩個頭就是複式頭肩底 就是兩個頭 正常的 頭肩底 一個頭兩個肩 左右肩加一個頭 現在是兩個頭 現在好像在營造一個右肩 所以換言之 試一試這個 左肩 彈出來的高位 就會軟下來 所以換言之 形成左肩的可能性 是大 換言之 有機會再調整一點 形成左肩 接著 就出現一個聲勢 為什麼會有機會 剛才說的 第一個就是有分拆的概念 第二個 跟上證指數有關 因為保險股和內地A股有勢 很多時候是相近的 內地A股做好 保險股有機會上升 畢竟有很多投資在內地A股 而看到上證指數 以至剛才提到人民幣有強勢 人民幣 至於人民幣資產 所以對保險股有利好作用 現在是上證指數 這陣子 一直在區間內上落 暫時未見有爆炸性上升 但短期來說 又向好一點的跡象 中線未出現爆炸性上升的確認信號 但短期已經看到 下降軌已經穿了 穿了就短期下降軌 如果再穿這個 頂部就確認升勢 但總而言 是偏好一點 這也是對評報有利 所以短期 如果評報有興趣的投資者 不妨等他 等他形成左肩之後 再抽出 左肩的低位吸納 駁去形成複式的頭肩底 這就是這樣的情況 講完這個評報 阿里巴巴有些朋友有些興趣 阿里巴巴看到了 最近一直上升 今天繼續向好 去到299.4 300元就近在止尺 這陣子的市 即使遠的時候 他也是上升的原因 跟螞蟻快要上市有關 接著最新消息 螞蟻下個星期就招股 27日招股 6日就上市 11月6日上市 螞蟻上市 對阿里巴巴的股值一定有幫助 所以這陣子 阿里巴巴很明顯 無論是大市 還是其他新經濟股 都是強勢的 所以 基本因素來說 再向上的可能性 仍然大 只不過問題是 短線超賣 超賣 至少用RSI 看見 下面是14天 RSI 14天相對強的指數 已經出現了超賣的現象 超賣得來 高位 這就是高位 阿里巴巴的高位 這就是阿里巴巴的高位 RSI 在做高位 但是 接下來 就做不到高位 其實跟這個來比 也是 這就是高位 但是 到了這時候 已經不能突破 股價突破了高位 但是 RSI 就突破不了高位 換言之 用RSI來說 叫做高位 背持狀況 這個是 麻煩一點 所以短線 再衝多一點 就可能 會先整起整固 可能等到 真的 螞蟻上市 才 再 趁勢再衝 短期 是有先行整固的壓力 在這裏 特別是 升到300元左右 這些位 心理大關 有一個先行整固壓力 好了 時間關係 再講一句 就差不多了 有朋友就問 京東 京東是甚麼狀況呢 京東 看到了 就是 今天 再升 就少少 升到豪子 但是看到高位 出現甚麼情況 剛才大家看 阿里巴巴 看到 高位 一直在上去 即使 跌 升 都會慢慢上去 一直在破頂上去 但是看到 京東的甚麼狀況呢 他就不是了 這個 看到高位之後 就下來了 一滾 現在衝上去 衝上去之後 這個高位明顯 就穿不到上去 前浪頂 是有些阻力的 而且 這一天的走勢 叫做甚麼呢 吊頸 吊頸 聽名字 也不是太 你好 也不是太吉利 吊頸 雖然名字 不是太利好 但是 某程度來說 還可以叫做好淡 只不過 如果高位出現 就偏淡一點 特別是 如果高位出現之餘 前面有一個浪頂 偏淡的味道 就更加濃 所以 初步看 京東 是偏淡一點 而且 你看到 滑翠滑條 上升軌 已經穿了 還未上去 最近 也受制了 這個阻力位 你記得 騰訊 已經穿了之前的頂 看其他科技股 騰訊 已經穿了564元 支持 他還未穿到 阿里巴巴更加不細 所以 相對來說 京東 比較弱勢 估計在這位置 整固可能性 比較大 可能要先試一試 20天線的支持 再看看 情況如何 估計 京東高位 有壓力 會短期 回市20天線 講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